大家好 上个月我们发布了 关于Instagram 360的使用体验 在这个视频发布之后 有很多网友留言 想让我们拆到这个机器 经过与影视官方的友好交流之后 最终我们决定把这个坑给添上 最终还是要感谢影视官方 提供这样的一次拆解机会 那么话不多说 咱们下面开始正活 我们这次选择拆解的是 Instagram 360的全景版本 它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第一步先关机 然后将电池拿掉 这个电池就不拆了 因为不安全 而且没什么必要 首先我们从镜头开始 结果处的四颗螺丝比较明显 先将其拧下来 拧掉螺丝之后 发现外壳并没有松动 推测镜头附近的外壳 可能还有螺丝 用吹风机进行加热 加热后用平膏撬开外壳 果然两侧的周围都有螺丝 而且螺丝孔还入了胶 防止浸水 这个细节还是特别用心的 先借助工具 调开里面的胶 然后再拧开里面的螺丝 松掉螺丝 即可将镜头分离 有一点忘了和大家说 这个镜头的外框是金属材质的 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清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全景镜头还是很容易磨损的 所以大家在不用的时候 一定要戴上这个保护套 回到镜头 镜头与排线的连接处 有两颗螺丝 拧开即可分开排线与CMOS 这个设计我猜类似于 手机里的前往式结构 那另一个也是同样的构造 这里就不进行过多的演示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拆主机的部分 还是从最明显的地方开始 用这个时好时坏的电动螺丝刀 拧下接口边上的两颗螺丝 但仍然没有任何松动的现象 和刚才一样 继续使用吹风机进行加热 然后再用平刀将缝隙敲大 这样就可以把后壳拿掉了 后壳内部还贴有硅脂 将主板周围的螺丝拧掉 断开主板底部的排线 取出主板 接着往下拆 拧出角落里的螺丝 撕开散热硅脂 结果只看到一块光突突的铁板 没办法 只能从另一侧入手了 吹风机继续加热 再次用平刀撬开接缝处 断开排线并分离屏幕 再将明显的螺丝拧下 思想单纯的我 本以为这里是拆解的终点站 不过事情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个主板任凭我左挑右翘 可它就是抱住外框 丝毫没有松掉 两手马爪的我 似乎受到了来自主板的嘲笑 此仇不报 那还得了 定睛一看 先断掉排线 突然脑门一转 便来了灵感 所以找来烙铁 开始拆焊 好了不扯皮了 借助烙铁将电池接口的焊点分离 顺便带一下风银器 将背面的排线断开 这个主板现在就很轻松地拿下来了 此时我们发现 这个板子下面还有块小板子 怎么办 接着干就完了 拆掉以后可以看到 这块板子上带有内存卡的卡槽 剩下的就是清理工作了 零零散散的盘线和螺丝 该挑到挑 该搞都搞 将接口向里推 就可以分离出来 将隐藏最深的螺丝拧掉 这个金属的框架也随之取出 最后将金属框架上面的按键小板分离 并调开排线 至此拆解结束 整体而言 但这台相机的拆解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它的内部结构设计的很精密 而且一些细节上处理的也很到位 当然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自己拆解这款相机的 因为拆了之后很有可能会装不上 好了这期视频就先到这 喜欢我们可以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再见